嘩,玩具TV來了 我不是真的差點幾句嗎? 我們已經換成詞了 第十五集,第三集 我們這次一來就去日氣 你先來看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如果是跟小朋友說話不懂就沒有朋友 雖然它有點過氣,但仍然仍然人氣旺盛 這個就是新幹線戰士 這次講的就是Guzmao的模型版 是否新推出的呢? 這個推出了大約一個月內 為什麼喜歡這套 那個機設的確是無敵的 但問題就是玩具的產品是絕對追不到那個機設 因為它是比小朋友玩的那些電動車仔 所以現在就有模型版 這件事就好多了 其實它本身這個版本也是在有動畫出現過 是 只是一個設定 它有的,它真的在其中一集出過這個Ever 很帥 它本身這套東西,它有沒有駕駛員 有的,每個都是一個小朋友駕駛員 但就不是定真志 我沒有看過一集 因為機設的原本我特別喜歡它 其實真的很新鮮 其實Ever以往做過很多Crossover 其實我沒有見過它會跟一些變形玩具 都有的變盒仔 但是變成新幹線這個,就真的很新鮮 其實我真的沒有見過 很帥 而且它最特別的是什麼呢 它除了配色之外 其實它組裝上去 它也不是很重圍和感 頭中內有 因為本身Ever真的有這個500的車款 在它本身Ever的電影裡面是有的 是 不是,是現實也有 它補充了Ever的車款 所以就更加合理整件事 它變成機械 然後移動這個貨車 但是這個就是阿家來幫忙組裝的 是,是 因為有一段時間不是很多事情在家裏 所以就 突然間就 我見你說有模型可以組裝 那我就說要組裝模型 但是其實 大家在鏡頭前也看到 我呢 基本上是素組的 因為你噴油那些 大家很專業才能做到 我們很業餘的 其實就是懂得組裝模型 還有滲滲線 有什麼樣子 組裝模型 其實組裝模型的時間 這隻也挺簡單的 還有 我組裝大概 我想它大概十多版件 因為正式我不太記得 是 組裝模型的過程 其實都尚算輕鬆的 因為 以往我一般大部分都組裝模型 但是 秀屋就會第一、二次組裝模型 它很有趣的 很多件它本身有上色給你 或者是 一些移印 它是已經有做到的 還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它在膠件上面 它是做了一個 曬了一個額紋的處理 就是它看上去好像燒光了 而它有件事很貼心的 是什麼呢 它的貼紙本身都是燒光的 所以它整隻東西 這隻是素組 它素組出來的時候 我還未噴燒光 但是它本身看上去 也有一種燒光的效果 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它本身可以跟足了動畫的設定 它的程度量是非常之超級的足夠 哇 深鮮深多 真的 還有 手套有件事不太好 是 Bandai的滲線 或者是它的粒線 即我們俗稱的黑線 是 其實黑線有分的 做模型的時候看它做得好不好 做得好是比較U型的 然後做得不好 它可能會剩下少許粒 那手機這款 很多都是滲線下去 它走不到水 完全不會走的 是 因為它的滲線太淺 太淺了 所以在滲線的地方 是想吐血的 其實滲線大家都知道 滲完之後 你要抹走它 你不斷耳 可能我很輕手 HID X20 一抹下去 整條不見了 我會重新再滲 我會激到我吐血 其實 但是這款很漂亮 過程是很有成功感的 因為 其實它的設定很漂亮 我覺得它的設定很漂亮 是 其實它原本是一個500的機 就是藍色 它變成這個Eva色 配上那種紫色 還有那種青色 其實整件事很棒 尤其是一支矛 它可以還原這支矛 即是其實是朗基勒斯槍的 是的 但很有趣 我的矛盾 我在砌的時候 我就在想 為什麼 它兩邊刀刃 可能四邊 我不知道是不是刀架 它四塊刀刃 但是它這個劍刃 是向前的 然後 你正常應該是 類似是這樣駕駛的 但是 當你轉成它 跟刀刃的時候 它就會是這樣的 好像二浪神 拿著一支叉 當然 朗基勒斯槍 本身就是一支類似的 但是你會覺得 它這個有點尷尬 因為這個本身 上半部的部分 是E5的武器 是一把劍 和兩把雷劍 就像勇者的組合武器 那樣 就變成這支槍 其實它本身 都是一個 為商品化 展開的卡通片 那完全理解 為何它會變成這樣 尤其是它本身 是可以合體的 它可以再跟E5合體 它這支版本還可以合體 對 但是無形就不行 換個東西可以出到 可能它會出 它還未出 我很想它出合體的機 因為是很型的 很大隻 其實它現在都不小 都成七八寸高 你看它左手面 握著這個 其實這個是飛彈的發射 其實是合體後的大手 是嗎 對 它這個飛彈的發射 其實我之前 我組裝的時候 因為我未看過這套 我只是幫忙組裝 組裝的時候 我就想為何它會 握著 車尾 來做 到底這是盾牌 武器 還是什麼 因為它很有趣 它本身 圖裡面 它就好像 兩邊都 因為它這把武器 本身握著的方法 我覺得它不能用來斬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它兩邊 都應該是拿起手紮 那就很奇怪了 但是它的觀圖 它應該是用來 類似燒烤叉 那樣 那樣 還有呢 其實它有件事 挺貼心的 就是 它本身 那些模型的特色 其實大部分都是它 幫你去噴賣色 或者做了一些移隱 然後 我在組裝的過程中 本身組裝完的時候 就覺得這東西都挺素的 沖完線之後OK 但是貼完貼紙之後 其實是翻回了靈魂 因為它 那些貼紙基本上 將它缺的顏色位都補回了 但是唯一一件事是缺的 很好笑 沒錯 就是 它車頭 心口 心口這裡其實是有兩眼燈的 這裡也看到 這裡有兩眼燈的 但是它是沒有貼紙給你的 很奇怪 然後呢 你就會看到成品 不知道為什麼 車頭燈的部分 是黑色的 但是呢 其實它很有趣 它連身體 它連身體上面 你看到腳這個部分 它不是有些車窗嗎 是 我們逐張黑色貼紙 但是它竟然沒有車頭燈 對 所以我組裝完之後 我也有點惡然 為什麼 為什麼會齊那些車窗 但是沒有車頭燈 因為它其實呢 它說明書裡面有一頁 是教你貼紙所有貼紙的 是 那它教你貼紙所有貼紙的時候 其實我在過程中 是不斷拋下車窗燈的 但是 看回貼紙 它根本是沒有一件黃色的貼紙的 所以 砌完之後 我就覺得 有 多少的美中不足 這個部分 那說完了 我們本來吃 它的可動有沒有什麼分享呢 我覺得它的可動來說 是不差的 但是它其實有些地方不太細心 例如大家砌高達 習慣了肩膀又可以向前 又可以向上 當然它有 但是它跟砌高達的分 因為砌高達本身是會幫你分一個向前的轉軸 向上的轉軸 但是它就回到一些比較原始的方式 就是它只是一個波頭 然後它這個波頭 因為始終波頭 應該說為什麼高達會分兩個轉軸 因為它的輯件之間可以緊密一點 那麼你中間看到那條縫不會那麼厲害 但是它去做波頭的時候 它就要把距離拉開一點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一個很放鬆的狀態 你就會看到它某些裝配位是很疏遠的 但是有件事都很驚喜 就是它砌完之後其實關節很緊實 很實正 很實正的 因為我聽坊間師兄說 砌早期的這些火車模型 它是很鬆散的 但是這隻驚喜你是很實正的 我以為它這模型大部分都是這麼弱的 但是它這隻是我扭的時候 甚至乎它緊到會扭斷的 所以我都幾驚喜 因為其實以往棲模型可能都有砌一下 但是這麼緊的關節我就沒有什麼遇過 其實它特別緊的地方只有大腿的部分 抬腳的部分是緊到飛起的 甚至乎是緊到我不夠膽把那條柱拆到底 因為我覺得它的配位太盡 它就會有機會扭斷 所以這部分要大家小心一點 外觀上我問過有些師兄 他都很欣賞他EVA頭頭的造型 你覺得這個 我公司有個兄弟就說 這EVA頭頭我真的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帥 那為什麼呢 我聽完這句話之後 我就問他為什麼 他就說 我沒有見過EVA耳朵有兩隻角 我其實說起來 我才看回又是沒有這麼帥 這個是有點像機動警察那種 即是有兩隻耳朵 有兩隻耳朵 有幾型的 還有它這個EVA的特別之處 是它的嘴是這麼短了 是的 短了 但是來到這裡 它配上新幹線其實也不錯 所以其實也挺驚喜 我除了一個頭子之外 我也欣賞過群鴿 這個懷念那個動畫設定 因為隱瞞了DX玩具 它在舊車箱圓掛在腰上 那是很奇怪的 是很奇怪的 是很奇怪的 接下來我還訂了黑色的 有隻黑色 是呀 我不砌了 我不砌了 其實它真的有東西不錯 它的貼紙很多 很齊 而且貼紙的質量不錯 因為以往我們經常貼貼紙 我知道很多師兄不貼 但是我這些低質的就貼了 那我貼貼紙的時候 很多貼紙是會削的 當然我們不會被它黏手汗 用片來貼 但是我在貼這個的時候 雖然它的貼紙是很厚 但是其實它沒有什麼削的問題 當然事日的洗禮就要靠你了 之後再報告了 但是我覺得貼紙的質量是挺好的 而且它的成色是配合它身上的配色 是挺好的 還有它有些位置很特別 例如它在裙甲的旁邊 不是有條拉法嗎 是 它有條拉法 它這條拉法 本身是會去跟它的車門重疊的 它會另外還會給一張車窗的貼紙 你的拉法貼上去之後 它會給你再貼回到車窗裡 很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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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那些車窗的黑色貼紙 它是有給你的 對 以免你貼錯了 然後你就摸一塊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細心 但是OK 但是為什麼沒有了這個車窗 就是摸車窗燈那一刻比較靠 很奇怪 好,這個就是300多元 在坊間應該都還能買到的 300多元 如果是300多元的模型來說 它噴上色給你又這麼齊 而且它表面做了半燒光處理 其實也不錯 黑色那個不對 不對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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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手屋本身的模型 它有些接合位 放進去的時候 是比較吃力一點的 所以就要有些心機 我們接下來幫它做二 Ku思组 嗯 二 Ku思组 2 Ku思组 river買人的二 Ku思组 高手勒 對 不'd 不是 獎取說IGH 高手勒 它就這樣了 再 הנig atamente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